同學好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已知直線L 方程式為X-Y加3等於0且點P 坐標位置在K-1 Q在5跟7 R是在-6跟-K PQR 不在直線L上 若PQ兩點在直線L的同側 且QR兩點在直線L的一側 則時數K的範圍為多少 好我們解這個題目呢先看一下時數K包含了哪些 包含P點還有R點 好 我們看到題目給我們的訊息第一個 PQ是屬於同側 同側有什麼關係 帶進去 如果P大於0 Q也是大於0 P小於0 Q也是小於0 好那有沒有發現 兩個 一定是同號 所以呢 帶進去的值 兩個相成 正正 得正 負負 也是得正 所以呢 P點帶進去 跟Q點帶進去 都要大於0 因為他們是同側 同側一定是同正或同負 那不管同正或同負 兩個相成 一定都是大於0 我們利用這個特性 把P點帶進去 跟Q點帶進去 P點帶進去可以得到 K 減掉負 一側 也就是 也就是兩個的值 帶進去 一定是一正一負 那兩個 兩個值相乘一定是小於0 因為一正一負 相乘一定是負的 好把他帶進來 Q點帶進來 5-7加3 乘上 R點帶進來 負6 減掉負K加3 最後結果呢 要小於0 把他展開 1乘上 括號K-3 要小於0 我們就可以求得 K的範圍是 K小於3 故 K呢 要大於負4 小於3 那這個範圍就 出來了 OK